字幕提供 都很悲哀,香港人的人均受命是全世界最長的 數一數二 但是香港人也是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的 不要只說家裡的地方小 就算你在寫字樓,你自己想想 你沒有自己任何的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個階段 你就會發覺有些東西不是應付 而是你的東西會慢慢失去 鄭成功原來就是平戶千里濱的海灘出生 你想想,大哥,應該是一個 我們叫做修復台灣的民族英雄 以共產黨的標準 或者是在台灣獨立建國的第一個華人 如果以港獨派的標準 為何會在日本出生呢? 鄭成功的母親 其實是日本平戶人 第二節的《離地新聞》 大家好,我是Titus 我是Chris 我們來到第二節 我們預告早了一日出 我們已經說了 我們會說一些輕鬆些的事情 我們說一套電影 電影其實也不是輕鬆的 透氣叫做 英文叫Default 其實基本上就是破產的意思 然後韓文其實比較直接 叫國家破產之日 它直接用漢字寫的話 台灣有個翻譯叫分秒弊增 我聽說香港是1月中才上 但是台灣,我們加拿大這邊已經上了 遲南韓一個星期 我們很棒 我們有一套電影 就是專播南韓電影 還要是極度準時 Eda就是同一個星期上 Eda是遲一個星期上 差不多同步 香港的區域有多韓國人居住 是的 而且我們附近的區域有多韓國人居住 所以挺有趣的 首先我們上個星期 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們一起拍拖看電影 先問一下Chris 你覺得這套電影是怎樣 其實90年代都是小弟成長的階段 再看一看一些道具 一些社會的面貌 那些人的面口精神面貌 是令我覺得挺重複製到90年代 還有幾條線 有一個相對比較正義的 Evidence Based 什麼都看證據 什麼都說客觀的 這個女主角仔的分析師 是中央銀行的經濟分析師 另外有一個就是 尖尖比 也不僅僅僅 只是看手段的主席 副財政部長 首先這個研究先生跟他說 喂 大壞事件 沒什麼事 蓋住 殺手段 到真的霸雀出來 人家先死 有些小間公司有得他死 但是他的公司就佈住 鏡頭轉20年之後 他自己就居住了神台 那這些是真是很可憐的 當然 你看到 我覺得他們兩個都是抱著完全不同的視線 說少少背景 這部電影就是1997年 南韓幾乎破產 這個央行的經濟分析師 就發現到 原來南韓還有七天 就國庫空虛了 頂不了 於是就會破產 全國破產 因為為什麼呢 他發現原來 國家所有銀行 都完全看著一張字條 那張字條 某個大機構抱著你 就借錢給你 無論怎樣都借錢給你 不管你還款能力多好都好 都借錢給你 甚至有些就是說 原來因為你老友是國會議員的兒子 所以我也借錢給你 於是借錢借得太厲害了 有點像美國08年次案危機 於是全國不夠錢用 再加上亞洲金融風暴大惡 租擊亞洲各大股市 由泰國蘇多拿 印尼 跟著到香港 其實香港都中招 跟著去到南韓 專注於南韓這個位置 於是這個經濟分析師 就說要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她說要立即公佈給全國人民知道 但是跟她對手那位 即是副財政部長 就說不行 不說得 引發恐慌 OK 跟著其實她 其實她兩個有一個 vision 都各有一個 vision 這個經濟分析師 這個女人 其實她是很想保住所有人 寧願長痛不如短痛 所以她會說她會跟各國不同的國家去分別借錢去填這個 以及希望可以保持自己國家控制經濟的主權 但是對於那個副財政部長來說 她其實就是說 這是一個很棒的時間 令她變成一個全新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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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要快 因為那時候還要南韓總統大選 於是她就決定找IMF打救 但是找IMF打救有一個問題 其實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但她的問題就是 IMF借錢從來都不是就這樣借錢 她借錢的同一時間 就是要求你在財政政策上作出一定的改動 就是要禁止工會的權力 容許offensive的takeover等等之類的 要你加出很多主權 是交出你的經濟主權拱手雙讓那一隻 但是與此同時很多小商戶 就是因為這樣受到痛苦 當然南韓本身 自己本身能夠發展成一個經濟奇蹟的時候 它本身就是一個經濟奇蹟 那他IMF借錢之後三年之內 又成功還回給人 是另一個奇蹟來的 因為當時很多民眾說 之後谷故事追尾 他有一些描述 字幕說 當時民眾故事將金器交給政府 叫政府早一點還債 這就是令到南韓可以三年之內 還清了IMF借錢的原因 但是造成整個社會的危機 令到很多小商戶 是倒閉沒有辦法再生存下去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真的很可惜 這些所謂的經濟或者貨幣的波動 其實最終受到最大的傷害 往往是一些 平時代人已成的小商戶 其實有一個小節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這位女士 這位公仔分析師 他有一個親哥哥的 可能是哥哥 就是哥哥還是弟弟 可能是親戚 因為到最後他走去分析師 問他借錢 問他沒有辦法 他說你認識很多高官 你沒有辦法 我還是跟毛老師問你 不好意思 那鏡頭一轉 這個女主角的兒子就哭 我想他實在幫不了 再鏡頭一轉 二十年之後 這位男主角的生意 就還在 但是看著他 就對一些 可能是非法勞工 就在那裡呼呼喉喉 另外在電話上 就是你千萬不要相信人 其實就變成了 這個商業社會的運作 就沒有了 人與人之間應有的 道義和信任 其實這類似 經過這些經濟風波之後 社會的面貌 或者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方式 是受到很大的衝擊 當然 你也看到 我印象也很深刻 是說到另一個小商戶 經濟分析師 有一次塞車 塞在橋上 為什麼呢 有一個人站在橋的支架頂 看著海 想自殺 是的 那個鏡頭很特別 就是那個人 相信是另一個小商戶 最後 對眼看著這個經濟師 看著他很深長的一眼 然後才跳河 漢江姐 不是海 所以 所以其實是 令到他很堅持 當然了 你也看到 很強調 這個經濟分析師 是一個女人 在南韓 仲男輕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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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會看到 就是 然後 尤其是 尤其是 其實他看到很多東西 當我IMF那個人 走出來 Vincent Cassell 其實是法國明星 特意找他做這個 因為他有一個奸 哈哈 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他不是在台前 做談判那個 實際上 其實後面有一個 美國的副財政部長 是跟著他 原來美國是 在關注這個 美國好像 一隻鷹在 高空看著那隻老鼠 是的 等你一個機會 就來個 非常大咬 就來 控制你的經濟 黃雀在後 是的 中文有一個叫 黃雀在後 其實 你還會看到 就是 有一件事 挺特別的 就是我發現原來 南韓 雖然很多時候 他無論是防衛 經濟很多方面 都受美國的恩惠 叫做 或者表面上看下 因為南韓要防備 北韓的入侵 都靠美國 但其實你會看到 就是說 美國在南韓人的心目中 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存在 原來 是挺有趣的 形象不好的 如果你有留意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很多南韓的戲 對美國的印象 都不是想像中 那麼理想 我之前剛剛看過 經常都說 我很喜歡的楊光先生 美國都不是一個很好的人 老實說 原來有爛的時候 美國是第一個走的 還可能插他兩刀 還可能插他兩刀 然後 然後 比較少可的 對美國的圖片 比較好一點 Operation Coal Mine 就說 馬克阿什帶領 聯合國軍 在人村登陸 咳斷了北韓入侵南韓的補給 那一段 就好像叫做好少少 其實美國在南韓人心目中 那個的情意結 是挺複雜的 這件事 還有一些歷史脈絡 韓國就在三個 中國、俄羅斯、美國 經常都覺得 你三個大隻佬 大家走遠一點 不要來找我過橋 我們知道為何要南北韓 沒錯 中間還夾著第四個日本 其實韓國人 我都有時候 你知道現在 香港都有一些網上改圖 我都記得有一幅改圖 就是這樣的 你們這些 讓我休息一下好不好 你很難怪韓國人 每一種這樣的想法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說到一位銀行的借貸專家 他剛巧跟央行的經濟分析師看到 南韓快破產了 於是他做的就是 立刻辭職 不做他的銀行的工 對沖 然後玩對沖 就遊說一班他自己熟悉的投資者 就說陪我玩 到最後只有兩個人陪他玩 真的不多 只有兩個人 因為那時候 形勢大好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形勢很好的 新聞都在說 我們剛剛入了OECD 經常都聽到這句話 南韓終於入到OECD 經濟很發達 發達國家做聯合體 什麼營光收入 八成半 八成半就是中產階級 一片 八成半的人口屬於中產階級 形勢一片大好 那些泡沫氣味都很濃 很濃 所以他看到 然後他聽到電台 看到原來有很多人 沒有了工作 有些人 就算有工作 有些問題 於是他就猜到 應該破產 於是玩對沖 我意思是挺特別的 就是這個人 又是一個複雜的角色 他不是一個完全奸的人 因為當他玩對沖的時候 他真的對沖 政府騙不到我 他經常說這句話 是是是 但其實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終於真的破產 他真的盤滿撥滿地賺到 然後跟他那兩個 有一個肯相信他投資 對沖的 對沖的 兩個人唱完卡拉OK 然後走出去 很落幕 在街頭看著 經常看著天 很落幕 其實 其實在某程度上 我覺得這個人 其實他賺得不開心 他根本就不想 那個國家變成這樣 是的 但同時 他又不想自己 讓領導先走的心態 你這些傢伙想說我 沒那麼容易 於是他就自己逆市 發達達 但發達達得來 他的心情 學理話則很複雜 好了 難聽你說的 他是法國爛財 那他算不算賣國呢 可能對於一些簡單 思想簡單的人來說 他是這樣的 但是 他這麼傷心 我又不覺得他很賣國 還有 他做了什麼傷害國家 其實沒有 沒有 其實國家出了事 他純粹行周 是的 嚴格來說純粹行周 你可不可以說 有這樣的傷害 尤其是東方社 我們經常聽過 賣國賊 我們經常聽這些 究竟在這個情況下 他賣了國家什麼 沒有 沒有 幫人賺大錢 當然 二十年後 他又有出現 他成為了 一間大投資公司的CEO 好像很出名 又去大學講討論 是學生或者朋友 找他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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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了 一個中要一萬韓元 然後吃晚飯就一萬五千韓元 總之很貴 我不太記得的數字 你知道我的零頭 不太行 其實你會看到 我會看到很多反省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大家都說 開口賣口 我聽一些Podcast 經常都說 炙爆炙爆炙爆 中國就來爆炙 這就不只是Podcast 而事實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狀況 有很多在波頭下面 你未必看得到的東西 對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我們有韓爆 我們叫韓爆 故事 即是這部電影 《國家破產之日》 就是告訴你 韓爆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再看回 知道爆會不會也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一個國家去到一個破產的地步的時候 總是會有些少 是因為某些不自量力 還有政策錯誤 我們經常都記得 就是幾年前中國 玩四萬億的 stimulus package 一銀子 簡單地說就是 我們經常都知道 很多的economic terms 其實都不太複雜 說得很複雜 我們簡單地說 一銀子 其實就是 一銀子支持基建 但是其實 中國又有很多人 借了這批錢之後 建了一些基建 原來是會倒閉的 或者不符合成本合益 其實基本上 我想很多時候 一個國家陷入危機 很多時候就是 國家自己本身 領導人沒有遠見 然後下面那些人 又是貪財發達 什麼東西 即是上下 無論上面和下面 都是在出事 都是這樣的情況 你會看到 其實就是這些情況 然後我們 我經常都說 其實董伯伯都說 要居安私危 雖然我們不太喜歡董伯伯 但是他這句說話 是沒錯的 是沒錯的 尤其是梁錦松先生 我曾經提過 什麼什麼 有這麼久的風流 就有這麼久的截躲 都是那一句 其實我也想問 一天 開了一個 可以感覺的觀察 就是 同一句說話 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說 這句說話 是一回事 但是他沒有說錯 對 其實反省也挺多 香港的朋友 可能要遲少才看到這部電影 一月中的時候 但是 真的挺認真的 我挺喜歡他的 attention to details 還有你要留意他的字幕 因為他有時候會扔一些字幕 告訴你 那一天的匯率是多少 我們大家看到 我們知道什麼事情了 第一次出現 第一次出現 一美元兌五百韓元 然後整個過千 接著去到千六 幾天 其實是幾天 所以其實這些細節都挺特別 其實當我們經常在說 知爆會什麼時候發生的時候 或者可能看一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 原來人家爆的時候是這樣的 我們看我們國 即是我們 我們是加拿大人 中國不是我們國家 中國爆的時候又會怎麼樣呢 大家都可以不妨 最重要的就是 這部電影的好處就是 不是太懂經濟的 它也表現得很容易 很容易明白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 挺好的學習機會 好了 我們這一節的時間都差不多 我們最後還有一些 afterthought 好 這期的afterthought 我們就不講其他的時事 不更新了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 一開始第一節 已經更新了很多事情 我們反而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接下來這四個星期 我們會休息一下 因為其實老實說 每個星期做一次節目 我們做很多研究 我們每天都要兩個多三個小時 不斷做研究 唱得都挺累的 唱得都挺累的 所以這段時間 我們就決定休息一下 我們下一次再回來 就會是一月中的事 會是一月十七日 那次星期四 我們那次就會有一個 全充電的節目 這四個星期 我們做些什麼呢 其實我們會有一些罐頭貨 都是好吃的罐頭 是好吃的罐頭 罐頭也可以很好吃 我們可能會講一下聖誕歌 我們剛才又講了一套韓劇 不是 韓國電影 我們又可能會 撿一套韓劇來講一下 你見我最近經常講那套韓劇 那我去餘數加珍 那我就去餘數加珍 我們有些以前的項目 例如離地移民 我們都可能會拿出來 再翻頸一下 所以其實我們這四個星期 又不會完全沒有東西 可能會有一個星期 我們真的沒有東西 但是我們其實四個星期 裡面可能有兩至三個星期 我們會安排一些不同的節目 所以大家絕對要留意的 就是我們的Facebook網站 因為我們的Facebook網站 會公佈這一堆東西 當然既然是罐頭貨 我們就不會完全充滿一個小時的節目 我們可能是一個半個小時的小菜 小菜一碟 所以其實等我們預先做好些事情 然後到那時候就這樣頂出來播放 因為說真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都會休息一下 你好像去旅行 如果我有命回來的話 你怎麼說得那麼壞 其實我比較貪玩 不然就沒有什麼事情 不過你好像去北京轉機 是的 小心一點 我們有個加拿大外交官出事 應該 我不會觸犯國家的法律 是的 應該不會有事 他轉機而已 也不是在那裡待會 這些基本上是航空公司的安排 所以我們這四個星期就真的休息一下 講一下聖誕、講一下新年 什麼樣子之類 輕鬆鬆的 當然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我們城寨其他的節目 城寨其他的節目 好像沒聽過他們說會休息 所以他們的節目仍然很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也多謝大家 我想我們做了多久 兩年半 由最初迷迷到今年年中 轉過來城寨 城寨已經有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所以其實我們都很感謝 我們對很多的觀眾都很感恩 當然我們說的東西 我不希望我們說的東西全部都對 的確我們有事太累了 可能看漏一兩個資料 可能說錯了一些東西 加個零頭 減個零頭 不知道 好嗎 也很感謝有不少的觀眾指證我們 好不幸 跟我們所寫的Bio 基本上都是一樣 我們有時候講不同的主題 或者不同的帖文 會有些人塞添入我們的袋 其實這是一個小小的網絡 我們作為一個台主都得益量多 平時上班 你續來續去都是所謂的專業人士 續來續去都是那些 這個平台令我都 那個知識或者討論的層面 是闊了很多的 沒錯 其實我們是很享受這個節目的 很多人都說我們的音效好像不太好 我們都順手打一答 其實我們沒有資金而已 很多東西 例如攝影機我剛巧兩年多前買了 到現在還在用 然後麥克風也是最近便宜的 都不是特別貴的貨式 所以其實我們都是就著就著做的 所以如果大家 我們要保持簡單 如果我們覺得我們的音效不好 真是不好意思 只能夠說一句 因為的確我們都就著就著做的 所以是這樣的 好 我們最後當然仍然要說 就是今天的離地新聞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對我們這個星期的討論有進一步意見 可以在Facebook搜尋LAYDAYNEWS LAYDAYNEWS 就找到我們的專頁了 我們這個節目 除了未來的四個星期之外 基本上都是逢星期四 香港時間晚上6點半到7點半 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5點半到6點半 城寨網上直播 詳情可以到星寨.hk singjai.hk 查詢 這期離地新聞是2018年12月12日 多倫多時間晚上8點 即是香港時間的12月13日 早上7點錄影的 我們四個星期之後 或者其實兩個星期之後的罐頭課 再見 順便跟大家說聲 聖誕法樂新年帳簿 2018年真的發生了很多事 我個人也都覺得很開心 真的可以和大家過這麼多 可以感覺很優好過山車的日子 未來的日子還有漫長 我們很多事就拭目以待 再見 再見 聖誕法樂